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我是陈宜 两岸餐饮产业交流密切 借着举办比赛捧红了不少名菜 像是这个厨师团队擅长料理烤鸭 还把鸭肉料理带到了对岸参赛得奖 因此吸引了不少的政商名流上门 主厨游历大陆各省尝鲜取经 不怕挑战陌生食材 在老派中餐厅靠创意取胜 饱满风雨的鸭胸 主厨刀起刀落片出酥脆声响 热气蒸腾带出阵阵鸭油香气 超好吃的 而且我刚刚没有想到那么的多汁 因为它的肉汁感觉是那种 一直一直滴下来的 真的一定要吃吃看 那种味道不是一般的烤鸭 可以那个兴奢 北京烤鸭端上台湾餐桌 白葱沾甜面酱的传统吃法 就地改良 饼皮里包进酥脆的素方饼 创造更有层次的口感 我刚刚是吃那种改良版的 它好脆喔 然后脆到就是我在想说 吃太大声有点不好意思 真的那种吃起来那种声音 咔嚓咔嚓的 我会觉得超级好吃的 这间中餐馆以鸭肉料理出名 采用来自英国樱桃骨的品种 培育而成的宜兰北鸭 主厨把特调酱料缝入鸭肚子 汆烫过醋水 让烤鸭过程 肥嫩鸭油脂肪油化 皮肉分离 鸭酥的关键是 因为我们采用五斤重的 它的皮它特别有挑过 脂肪跟它的皮会比较稍微厚一点 然后所以烤起来说 它有多一层的那个层次感的酥度 厨房里老客人指定必吃的 是下锅炸的油油亮亮的 一品鲜之鸭 取名字苏东坡 会从春江扫里的诗句 春江水暖鸭鲜汁 五点菜米从五星级饭店开始流行 在看的时候 就是看到它在剪的时候 那个肉汁就一直滴下来 然后就觉得 感觉就是里面很嫩 味道散发出来之后 就觉得好香很想吃 然后刚吃了之后 它的那个皮吃起来 是有点酥酥脆脆的 然后里面的肉也是那种 就是比较鲜嫩多汁 主厨团队曾经带着这道菜 参加大陆美食交流比赛 激压群雄 夺下两岸十大名菜金奖 这家餐厅股东 来自各行各业的老板 美食家政商名流 常常在此聚会 菜品得经得起 老涛等级的潇水考验 这个松露的产地是在那个昆明 昆明海拔1800公尺 那边的水质跟土壤跟气候 跟海拔的关系 所以产的松露的味道 会跟法国的松露味道会有点香度 跟瓦斯的味道 层次味不太一样 昆明松露提味 滑蛋软壳蟹 是主厨肖燕成的隐藏版料理 曾经在星级饭店担任厨师 肖燕成更擅长的是 跳脱框架的无菜单料理 不怕挑战陌生食材 一年会有一两次过去大陆那边交流 我们看一些新的食材过后 属成无菜单的料理就是 东西出来市面上是比较少有的口味 然后包装色香味跟视觉做的秀 可以让客人觉得说 我今天不只是来吃饭 我还可以看到艺术的呈现方式 采用我们台湾十定黑猪大骨 十定的山泉水 台湾1200公尺到1300公尺 然后去熬煮48小时 让汤汁的部分可以变成 那个卤白色 天然的卤白色 在传统手艺中玩创意 得跟着季节和潮流研发新菜色 猪肚包鸡的汤头 市面上火锅店不难找 但这锅具可就是特别 飞到北京打造 熬好的汤头加入炭火炖煮 比较重 我们的重量大概是 三公斤到四公斤的重量 是特别请人家定做 把它厚度加大 炭镜的部分进去锅 它的温度会到四五百度 纯的铜锅倒热才会快 然后受热才会均匀 在大陆古装系中找到灵感 萧燕成请北京师傅定做铜锅 气派锅具 火锅食材也得讲究 餐厅里活跳跳的海鲜 渐点渐捞 诸度汤底搭配海蟹上桌 因为我们的汤头采用 软补的跟中药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九孔包本身下去的时候 会吸收它胡椒酥度的药材的味道 内包界会带甜 鲜甜的海鲜味 然后搭配我们大陆老北京的铜锅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海鲜 一瞬间把它的甜美的汤汁 一瞬间锁在里面 两岸常见的经典菜色 混搭了玫瑰盐 四川大红袍花椒粒 中西合并 叶燕秀销出银吃法 每年游历大陆各省 常先取心 取消燕城创作的自我训练 每个省有每个省 它特别的饮食物 要跟它特别的食材 年轻的厨师来讲 我们到大陆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看 多看一些在地它海拔高低的食材 尝试完过后 我们试着回来台湾做改良 改良成我们台湾人在地的口味 做一些特别的食材的秀 让客人觉得说餐厅跟我们厨师 都有不断地在提升自己的领域 老派菜色变成时尚秀主角 在高度竞争的中餐市场 两岸参与界持续交流 新生代厨师希望在个人风格 和市场接受度中 找到最佳卖点